我们要研究一下一个问题 等一下会再讲更多这件事情 有分什么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 刚才讲更多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起钉器 拔钉子 研究它一下 我们的支点在中间 就是撞到桌子的地方 钉子的地方是抗力 手拉的地方叫施力 然后呢 这边有个施力币和抗力币 施力到支点 抗力到支点 你看出来谁比较大 施力币比较大 对不对 施力币乘以施力等于抗力币乘以抗力 那么施力币如果比较大 那施力就可以怎样 比较小 施力就会比较小 所以呢你就知道施力比抗力小 所以这个装置是什么装置 审利的装置 所以这个是一个审利 所以这个起钉器就是一个审利的装置 因为我的施力币比较大 所以我就是一个审利的装置 那前面讲过审利的会怎么样 审利的会废死 为什么会废死 因为你看到这个图上面显示了 你是不是手拉一段很大的距离 你才上这一个很小的距离 这可以用你的数学的相似三小型去证明 好我们也不要证明 可是你看图就是图示 你的手要拉一段长长的距离 你才上这一个小小的距离 你要往上移动 五公里 你却要拉五公分 所以你要走得比较远 所以我们说不会比较怎样 废死 我们说你要废死 所以呢这是一个审时 审利 审利但是呢背时的装置 所以起经器是一个审利背时的装置 就这样看得出来 OK 如果用功能原理来看 做工的方法是力量成位 做工的结果就是能量会改变 但是呢我们可以审时 我们可以审利 但是不会审功 所以这或那个雕塔一是一定要一样的 不会变没有变的 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是省力的 我的力量如果要比较小 那我的位移就要比较大 就要走得比较远 因为走得比较远 所以就会废死 我要不要废死 那如果我很废力的 我是废力的 我的力量要比较大 那我的距离就要比较小 我距离就会比较小 所以我就可以省时 所以我们省时的就会 废力 省力的就会废时 就从这个功能原理上 你可以看得出来 力成位移力量大 位移小 力量小 位移大 位移大 你能看出来 我们的这种什么东西 所以那 杠桨原理 势力比较以势力 等于抗力比较以抗力 所以等一下会有第一类 第二类第三类 这个杠框 你就从途中看出来 假如我的失利率比较大的 我们就可以省力 但是会废时 如果我的抗力比较大的 那我就会废力 但是可以怎么样 省时 省时 所以从我们的杠框原理的公式 就看到 谁可以省力 谁可以省时 然后呢 就等一下交给第一类第二类 一站在杠框 等一下再说 后面再讲 那么 如果两个差不多一样的话 它就会既不省时 也不省力 那干嘛用 方便 方便 使用方便起见 比如说 一般的剪刀 这是一般的剪刀 看一看那状况 我们的支点在中间 我们的支点在中间的 然后呢 这个利弊 你就要看看 差不多了 利弊一样会一样大 所以这个东西会不会省力 不会 会不会费力 也不会 那既不省力也不费力 那干嘛用它 方便 你的手一握 你的手这样 就很容易的这样手一握 就咔嚓剪掉一条 就还有剪掉一条 所以就使用方便 使用方便 好 这个这边用的杠杠原理 解释 省力 费力 跟方便的 就是我等一下会交的 第一类杠杠 第二类杠杠的东西 然后呢 告诉你说 谁会省力 谁会费力 可以吗 可以